如果突然之間一天不能出到珠海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得到澳門 你試幻想一下 風乾風了四個月 你終於可以出去了 出大陸出珠海 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出珠海到底是怎樣開始的 不用問Ryan 今集 我全部告訴你 首先 你要確定你自己是非常有需求才出珠海 以及要符合資格 這些東西你自己上網查吧 我本人就因為要看牙醫和探診才出的 第一步 是先申請這個豁免澳門居民前往主要在14天隔離的醫學觀察 現在已經新增到每天3,000個名額 今天開始 大灣區9個城市都可以去 這個申請開放的時間 就是早上10點到凌晨12點 基本上你是第一次申請就要申請到 如果你申請不到 就下次鬥力 在申請批准之後 他就會出這個豁免的時間給你 通常都是7天 然後就會叫你提前兩天的時間 去做傳說中的核酸檢測 你要登入這個澳門衛生局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預約中心 然後填幾下資料 就預約成功 基本上都是要去這個澳門探診客案碼頭 即是北安 北安那邊 隔檢 就是深喉嚨檢測 而分配到這個山頂醫院的 多數都是刺你的鼻子 雖然兩樣都令人不是很舒服 但是深喉 怎麼都比刺鼻多多聲 核酸檢測完之後 24個小時左右 就會生效 全體當然你沒有糟糕了 然後過了24個小時左右 你就會在這個珠海的口岸入境 豁免自在查詢 就查詢到自己有沒有資格了 有 你就可以出怪了 萬事俱備 只險東風 那天 我正準備 搭車去港珠澳大橋 是 因為只可以經這個橫禁口岸 和港珠澳大橋入境 那個橫禁口岸 遠都看不到 而港珠澳大橋 九打三 但我頂 原來 他剪到只剩一班車 一架101X可以去 而且就算是高峰的時期 也只有20分鐘一班 大家真的要看看巴士步驟 看看巴士是去到附近你才走過去走 否則 真是輕側等你一個半個小時 重側 我選擇了這個台山街市上車 只需要兩個站就到終點了 誰不知 太剃笑每天3000人的威力 我頂他 巴士迫到全門都散不了 他還隨時飛站 我建議 你就可以開到幾個班次去港珠澳大橋 大佬 最近需求這麼大 你叫得我們在高邊出境 拜託你不要那麼孤寒 幸好 逼十分鐘左右 就迫到了 就到了這個偉大的珠海大橋澳門口岸 在港珠澳 通關你除了正宴之外 還要填這個一表兩碼 我等一步一步跟你們說 港珠澳大橋 就是澳門關和大陸關連住過的 現在的自助關全部收拾 過完澳門關 走幾步 下一個閘口 就是珠海關 過澳門關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問你有沒有預約 那麼聰明的我 當然打死也有預約 然後過大陸關的時候 關員又會問你過來珠海做什麼 我過來前不是填表 講完原因了嗎 但是我都很客氣的 講一句 過完兩個關就到檢疫處 首先你要出事 具有核酸檢測陰性的健康碼 奧康碼 和月康碼都可以 最重要是陰性 而且有時效性 過關前一個小時申請定就最好 再跟著就過了基檢 人面識別你 是不是在這個豁免名單裡面 再再再跟著就要出事這個當日填寫 用微信掃的 海關旅客之間服務裡面的 中國海關出入境健康生命卡 真是好煩 好煩啊 但我都要填的 填完 他就會生成一個黑色的馬出來 而且都是一次有效 然後他奪完 就沒有了 慢著 他還有一張叫做入境珠海承諾書 就是承諾你入境珠海之後 就不要亂走 不要亂開珠海 不過由於 昨天都在大灣區九個城市開放了 所以這份錶之後應該不用填的啦 交完個錶 再掃上個馬 再過了一個境地走水貨帶炸彈的安檢 我終於出到珠海了 是珠海 是九位的老珠 是自由的空氣 僅限於空氣 出去講珠澳大橋的珠海口愛 又怎麼回來拱北 珠海這幾個月又有什麼變化 太耳氣柴又多不多人呢 我們 下集再說 時間差不多 好長氣 長氣到我斷氣了